不管做什么媒体 底线还是得有的 大家好 我是阿珍 就是还好吗 8月27 人期又是本平台特工 还是说说抢言这个事情 过了两三天了 出了很多很有意思 很滑稽的事情 跟大家来唠叨两句 先是我看到了一个朋友圈里 发的一个视频号的一个视频 流量非常之大 大概有几十万的点赞 上十万的转发 就是一个某自媒体 用了一个海滩上全是死鱼的 然后就说排河之后 这海水导致鱼大量死亡 大家不要吃海鲜什么 就是这么个意思 当时我看的就很气愤 首先大家就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是假的 拿着别的事情的视频过来拼接 然后造谣 然后威言耸听 然后得到流量 得到热度 这其实没什么 想这样蹭流量的人很多 我惊讶的 我意外的 我感到愤怒的是 有这么大的流量 有这么大的转发 就说明有这么多人对他认同 几十万人点赞 上十万人转发 而且他这个流量 一定是经过平台认可和推广的 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这样呢 他如此大的流量 一定是被平台推荐 所以也就是说 平台都认可他这种造谣的方式 没有被对他进行限制 我觉得这才是令我感到不解的地方 如此低质简单的一个 所谓的谣言 刚开始排的水 就算是能到你跟前 两百多天之后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你不知道你这个视频发出之后 对本国的渔业是多大的打击 那些渔民的冤卖的出去吗 本来根本就没有受到影响 你非要造这种 要制造这种恐慌 而且关键偏偏你还能得到流量 偏偏你还会有这么多人赞同 我觉得可怕的是这一点 我已经专门发视频说 不要强言 结果一看没多少点赞 没多少转发 也不会得到平台的流量 倾斜也不会给我推广 但是你看这样的视频这么大的流量 真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再有当天我说不要抢言 那一天 就有上千万粉丝的博主 在某平台某短视频平台 直播的时候 就在带货卖盐 直接就说 以后海盐不能吃了 现在大家赶紧买 我这盐现在还是安全的 就直接在带货卖盐 我真的是觉得 连一点点脸都不要了 这样的自媒体 你不管你做什么 你总是要有一些底线的 结果现在就是底线越来越低 你什么钱都要挣 什么热度都要测 且不说马上各地的官方 食药监局 然后各地的官方的平台都在说 不用抢盐 我国的盐没有问题 我国盐的储量很大 我没有井盐 我没有胡盐 根本就算是海盐有问题 我们也绝对不会有问题 各种各样的批药全出来了 结果就这样的自媒体 他还可以在直播间里大肆的 大摇大摆的卖他的盐 都不会有什么事情 你像我的直播间里的 我随便说点什么 可能各种警告 各种一会儿就不让你播了 找这个借口不让你播了 找那个借口不让你播了 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 你这平台推崇的 就是这样的内容 这样的内容 你给他这么大的流量 你是怎么想的呢 对吧 老百姓们自己就没点判断 我以前还觉得可能成年人了 是吧 你至少对买不买盐这样的事情 之前吃了好几次亏了 08年抢的盐 你吃完了吗 飞点的时候就开始抢 抢20年了 是吧 家里囤的盐和酱油 你吃完了吗 又抢 就计吃不计打吗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自己一点判断都没有 结果就没有 然后以前可能没自媒体 也就是互相 串着门时候 互相传出来这些闲话 现在好得有了自媒体 你看看几十万的赞 就这种事情几十万的赞 直播间里都卖盐 大家拼命在这下单抢 甚至还有我看视频 还有开车直接跑到 盐盐公司去抢盐 疯了吧 真的我觉得真的都疯了 就这件事情不想多说了 看到这些事情 真的是20年目睹之怪现象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觉得丢脸 我觉得这些自媒体不要脸 但是没有用 他们就是这么有热度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